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6月13号星期二 6月12号星期日 6月12号星期日 记错 6月12号星期日 然后呢 反正在那儿我师傅都把我俩人拿的这是一个日餐 这其实是之前从小伙伴来推荐的 我一般不愿意吃日餐 日餐 我觉得吃完 然后肚子吃的怪怪的 知道吗 但是今天呢 好吧 然后呢 今天呢 也不算是特别热 然后也不算特别饿吧 然后起来就真的不知道吃什么 然后我们前面已经连任一个礼拜去吃我们家门口一个中餐了 然后中餐的老板娘就说 因为老板娘也不是每天来吧 老板娘说 我们去的比她还前来 她说这个 已经感觉我现在来上班了 然后店里那个服务员就是每次我也点餐 服务员跟我说 你还需要菜单吧 我觉得你这个餐单比我还熟了 然后实在是也不想去的 你知道吧 然后今天真的不知道吃什么 刚才也不是特别饿 然后就突然想起来这家店来了 就当我推荐日餐服务员中的特别之后就是你不饿 也不怎么特别想吃的时候 然后来了呢 可以就是说 试一下 说万一不好了 也就 没那么沮丧 没那么沮丧 对 因为你也特别饿 要是还行呢 如果你不特别饿的话 就调停你的食欲来了 然后呢就来了 试一下日式的这个烧烤店啊 好烤呀 热不下边热了 没热 你得上边烧点 都比加店 好吧 等一等吧 日式烧烤店了一会儿 烧烤店了一会儿 烧烤店了一会儿 我看看 照了一会儿 现在就是 暖和了 暖和了 因为我觉得烧好吗 还是就啤酒好一点 这样就是可以就是说很快就可以通风了 哈哈哈哈 感想 感想 是不是烧好一下啤酒通风了 好像是 海鲜啤酒 我们也没点海鲜 对 点了一个他们的一个船 Premium 就是把这什么肉都有一点让你试一试 好吧 然后就是 然后还我点了一份拉面 我老婆点了一份那个 米 鱿鱼盖饭 对 差不多 差不多这一点 然后以后上来咱们看看 我看餐家 我看旁边人这样的话呢 都 看那个样子还行 但是他家人真的不是很多 他家很新开的 然后他们家都在那里面 咱们花钱 咱们中国人家就那种小红书啊 什么上面做网告 然后呢 网告做得不错 就被骗来了 对 纽约呢有很多就是那种新开的店 就是花个三百五百块钱的 在什么小红书啊 在什么纽约什么吃货啊 那些地方去做网告 其实跟你说今天这张给你推荐的餐馆 其实你要多少钱去准备 因为都是他和花钱 多少钱去一家 你去了之后呢 往往他是没有坑的 哈哈 我们试一试 好 好吧 他这船上呢 他们说都是这种什么 美国和牛的 就是日本和牛 然后呢 他就说呢 先拿这块肥肉啊 这块肥肉 所以在这就是说 在这烤一烤 让他俩上一个 醋斩油 然后上一点油 哇好烫啊 烫别烫着 来来来 有点油 烫一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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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之后呢 再这个 来我来试试 我在这边 行 然后他们肉呢 每一个 每次不要割太多 要烤的均匀一点 然后呢 没有一个什么顺序 烤里面烤 烤鲜烤里面都行 然后呢 菜呢 就说割两边 肉呢 割中间 好吧 你看这个油烟 油起来了 我想来一块 大锅点 这个是什么 来 一盐串 这个呢 这个我先 先拿过来 还割的时候 一会咱还没有 那我再来一个 假天日的料理 哦 这个是什么 对 他说好像钥匙那什么呢 烤过一分钟就行 是吧 对 两分钟就有点太深 太麻烦了 可以了吧 比较嫩 比较嫩 现在看着 嗯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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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上来 我就吃锅拌饭 这边 真的 看 好 算 不 看 这边 不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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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税是七七块四毛三 然后加一起的一共是96 然后如果按18%的小费给他 就是112块一毛六 差不多就够了 好吧